丫鬟刘珠为救小主甄嬛惨死侍卫刀下 自此甄嬛仿佛忘记这么一个人的存在 再也没提过刘珠的名字 刘珠的忠心甄嬛看在眼里 那么他死后甄嬛为何闭口不谈 诸位看官别怪甄嬛太忘恩负义 实在是刘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那刘珠到底知道了哪些秘密 众所周知 老诗人温太医对甄嬛心怀爱慕 除了为数不多的少数人知道 后宫鲜有人知 而刘珠便是少数的知情者之一 早在进宫前 甄嬛在家就收到温石出向他告白的信件 面对这位痴情的男人 甄嬛直接让刘珠端来火盆 将信件立刻烧掉 随后刘珠又将火盆端了出去 这段剧情看似普通无常 但只有诸位看官戏品 才能够发现其中饱含的深意 当时甄嬛是等待入宫的秀女身份 未来将是皇帝的女人 可想而知 接到温石出的信件 如果被有心人当作威胁他的把柄 甄嬛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所以说 甄嬛会不假思索的案子烧毁 而他将这件事交给刘珠来办 说明甄嬛没有把刘珠当外人 很信任这个从小跟着自己长大的玩伴 这在他选丫鬟的时候也看得出来 当甄嬛即将入宫时 考虑到女儿身边要有自己人照顾 甄嬛曾建议他的两个贴身丫鬟进宫 甄嬛当即选择刘珠和幻璧 那刘珠和幻璧怎会入宣 在园主当中是这样解释的 甄嬛认为刘珠机敏 幻璧缜缜密 有他们在会周全很多 也确实如甄嬛所料 刘珠入宫帮助他许多 既得甄嬛进宫要拜见皇后 刘珠正在给甄嬛上梳妆打扮 叫丫鬟佩儿 建议甄嬛打扮隆重些 才能咽压群方 刘珠转头看到佩儿一眼 示意对方不要再说 佩儿才低头沉默起来 整理手势 由此可见 刘珠很懂甄嬛的心意 那么 刘珠还知道甄嬛哪些秘密呢 甄嬛进宫后 看到后宫妃子为事情斗得不争不休 不免担心自己遭人陷害 也就想方设法逃避事情 为此 他想让温石出开些小剂量的毒药 让自己身体看起来很虚弱 从而有借口不用事情 这样一来 其他人就会认为他没有威胁 也就不会针对他 当侍卫请来温太医后 当时甄嬛房内 只留了刘珠和幻璧两个丫鬟 其他人全部在屋外伺候 等甄嬛向温石出透露 不是禽 要些毒药后 温石出没有犹豫地答应 旁观的刘珠也就知道了 关于甄嬛的第二个秘密 刘珠对甄嬛到底有多忠心 他又知道甄嬛哪些秘密 甄嬛喝药必宠 时间久了 后宫的人都知道他还未试寝 越来越多的秀女试寝后 他们看到甄嬛就不由出言讥讽两句 甄嬛早就预料会发生这种情况 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让甄嬛没想到的是 自己院中的太监宫女们 竟然不安分起来 他们认为 跟着病弱的甄嬛没有前途 便开始和甄嬛的贴身丫鬟刘珠 发生冲突 更过分的是 刘太监竟然还投奔了其他妃子 当甄嬛拿银梁打发他们走的时候 刘珠特别生气 还讥讽太监 为甄嬛打抱不平 这段风波过后 甄嬛想去梅园逛逛 刘珠听后呢 担心的立马给他送去守炉 可见他对甄嬛是忠心耿耿的 那么 刘珠还知道甄嬛哪些秘密 上我们已经提到 火盆焚烧信件和臂宠吃毒药 而他知道的第三个秘密 便是甄嬛同皇帝相恋的 那段美好时光 这要从冬暖花开的春天说起 当时甄嬛让人做了鞦韆 他坐上去让刘珠推着 两人有说有笑 很是惬意 突然甄嬛兴致大发 让刘珠去取消住姓 结果 刘珠走后不久 甄嬛便发现 一个男子站在身后 他得知是某个王爷后 想要避嫌 恰恰刘珠带销过来 两人立即匆匆告辞 后来甄嬛再去荡秋千 遭遇皇帝心宠 于娘子贴身丫鬟的刁难 刘珠连忙表明甄嬛的身份 怎料于娘子得知后 反而出声羞辱甄嬛 直到先前和甄嬛见过面的王爷 出面成侄于娘子 甄嬛才意识到 王爷是皇帝 立马跪在地上行礼 当众人退下后 一旁的刘珠也很有眼力劲的消失 甄嬛和皇帝呢 便过起二人世界 在这段剧情中 皇帝王爷身份 同甄嬛会面的全过程 刘珠都参与其中 他见证王爷变成皇帝 也见证甄嬛和皇帝的相恋 在甄嬛知道王爷是皇帝后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爱上皇帝的甄嬛不再喝毒药 住进了皇帝次的交房 而后呢 经常参加宴会 也是在一次宴会中 刘珠知道了关于甄嬛最大的一个秘密 甄嬛藏在心中最大的一个秘密是什么 刘珠是如何知道的 甄嬛受宠后参加宴会 席间他喝了几杯酒 脸不知不觉发烫起来 为了避免自己失态 甄嬛叫刘珠一同出去换件衣服 顺便也行行酒 等换完衣服后 甄嬛并没有急着落座 反而想到周边散散心 花园里逛了一阵 甄嬛来到小湖边 也许是酒意还未散去 甄嬛看四周无人 竟然大胆地脱下绣花鞋扔给刘珠 把脚放在湖里弯刷起来 结果 身后传出一个男子的声音 在古代 女子的脚是隐私部位 绝对不能让除丈夫之外的男人看到 甄嬛一时间慌了人 立刻起身 不料踩到青苔脚底一滑 刘珠惊慌失措 这一时那位男子眼急手快地 将甄嬛拉上了岸 他还漫不经心地调侃起甄嬛的脚很美 刘珠站出来训斥到屋里 并挡在甄嬛面前 男子立马介绍自己是王爷 甄嬛根本没有心思听 此时他双脚还未穿鞋 心里有些生气又有些气闹 为了避嫌 他慌张地带着刘珠离开 只要是看过原著就知道 这是甄嬛与果郡王发展恋情的开始 但当时的甄嬛 是皇帝的妃子 如果被人发现 那便是犯了天大的罪过 所以走出一段距离后 甄嬛立马告诫刘珠 不能跟其他人讲 刘珠也乖顺听从 此后将这个秘密埋在心底 后来甄嬛被皇上册封为妃 错穿纯元皇后的衣服 被幽进请宫 甄嬛在得知自己是被人的替代品后 心如刀割 他对皇上有气有恨 终日不吃不喝 日渐消瘦下去 后宫的太监向来喜欢捧高踩低 对甄嬛这位失宠的嫔妃 不再放在眼里 连木炭都不愿给 以至于甄嬛在恶劣环境下 晕厥过去 下人们惊恐万分 纷纷求门尉去请太医 门尉不愿意搭理 刘珠看在眼里万分交集 为了让太医前来看病 他直接豁出性命 死在门尉刀下 终于 太医赶来为甄嬛治病 但刘珠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后来 甄嬛怀孕 宠获皇帝宠爱 也不负刘珠的拼死相助 但在甄嬛的心中 刘珠是心中身处的一道伤疤 想到他 甄嬛就想起过往那个 单纯快乐的自己 想到和皇帝相恋的美好时光 想到皇帝翻脸 将他囚禁寝宫遭遇的一切 所以甄嬛就算思念刘珠 也不想再去回忆 过往那些痛苦的回忆 以至于后来 不愿过多提起刘珠 很多人提起甄嬛身边最忠诚的人 不少人认为是崔锦西 实际上 剧中的刘珠 更为贴心忠诚 虽说他为甄嬛 拼上性命 惨死刀下 但他甘愿牺牲自我的勇气 值得人敬佩 当然 就算甄嬛因往事不愿回忆起刘珠 相信他的心中 始终保留刘珠的一个位置